近日,汪小飞直播时再次提到了孩子,并透露很小儿子和女儿,还内涵大S不让她见孩子,引起网友热议 当晚汪小飞身穿黑色T恤,头发有些凌乱,眼神也很疲惫,直播间有人问她多久没有看到孩子了 汪小飞直言,当然想孩子啊,想让他们回来,但与大S协商半天也没有成功 汪小飞透露,张岚已经三年都没有见过孩子,现在放暑假了,想让孩子过来玩一段时间 但大S似乎没有答应,从汪小飞的表情可以看出,她非常无奈,情绪有点低落,甚至红了眼眶 差点累撒直播间,紧接着,汪小飞感叹,月儿已经八岁了,时间过得真快 以前都是我抱在身上,如今却见不到,旁人也能够感受到汪小飞思念海的心情 一直以来,汪小飞都是女儿怒,如今妇女分居两地,确实让人有些唏嘘 对于汪小飞的此番举动,网友似乎并不买账,有人直言,开始打亲情牌,算是掌握了流量密码 还有人吐槽,与张岩岩分手了,再来博取同情吧,妹子,你怎么看呢 有什么都要用 风啊 疯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